正式訊息中已經講述我們遭約圓滿的時間 新江的瑜伽殿堂的歷史事情正式完結 所以這裏寫告別 這個日期是到2025年2月份 但如果要告別之前 相信要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清拆和寬天 所以目前的檔期只可以接納到2064年12月底 2025年1月份勉強可能都可以做 但基本上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就是將新江最美的音響和我們的燈光 在我們中任之後所添置的所有東西 已經進行官簽和進行 問有關的行家有誰有興趣去頂了它 或者是接收的 現在已經進行這個本質 那你沒有打算找一個再新的移光動作嗎 你建一間給我做 建一間什麼 知道這樣之後怎麼辦 搞錯了嗎 那幾方便的擔憂 今天跟老官說 特別無本主席 老官在這裏 我都跟他說 我說一方面對粵劇界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新江正式可以說是反雲無術 那對於新江戲院附近北角區的所有的店鋪 都是一個非常简直 因為他們都不斷問我們要不要繼續下去 所以他們才續約 才繼續經營 因為大家知道新江每晚一千個人在這裏出入 他們通常在附近吃東西 才來看電影 所以對新江這個區的打擊是很大的 那我作為一個租客 一定是履行他的要求我們要離開了 那在這個藥裡面其實有一個很辣的 就是他如果通知我們 我們其實是六個月後馬上即走的 那現在他說我不通知 不玩這個了 就是六個月本來 譬如現在三月告訴你九月可以走的 但是他就說現在我收回了 我不用你六個月走 好 原因最好你十二月聖誕節的檔期 還要給我們 那我們就將聖誕節的檔期 推了幾個客人 給了教會 他十二月都在這個會 繼續做聖誕節 在我們的租約之內 我們都做過乖的租客 雖然這段時間我們控制 他出到聲音 我們就推了幾個客人 然後給了教會 他們一直來跟我們有聊天 都是很善良的 很善良的 師傅你有沒有很不捨得的 你捨不捨得 你問龍會天生捨不捨得 如果有些特發性事件 大家都不知道 當然希望大師可以 談得到 但起碼現在知道這件事發生 期待有新的消息 其實還有這麼多個願 都很多事情可以有變的 沒錯 希望大師有個奇蹟給我們 希望有個變數 但是 8月1號 他答應了我 會有一個最後的答覆 8月1號的答覆 在我換了藥之後 新綱會是怎樣 但是 我們這個機構在新綱裏面 的租任期 在這封信裏表達了 就是沒有得延期的了 一定是完 亦是說明叫我們搬走所有的東西 他的英文名字 就是這個字 搬走你所有的東西 當然就是我們當日接收這裏的時間 他本有的東西 就放在這裏 但你都知道我們添加了很多東西 包括了音響的改良 燈光 包括了我們戲院 重新裝修 變成一個三面幕的戲院 新綱 整五十幾年 那些裝修的東西 雖然是歸業主負責 但是依然是倉路 很多東西我們都是按下底 花了很多錢去整好 所以 你問我 一定是難過 和一定是捨不得的了 但是沒有辦法 香港現在不只是新綱 每天我們都好像跟很多 我們的好朋友告別 今年都很多 也是跟香港很多的集體回憶告別 好像這件事都好像是很難去挽回 無論怎樣都好 即將我交給教會 之後 看教會怎樣去處理這個地方 怎樣處理這個 當然交給你們去訪問他 我不可以代表他 但是他最後給我答覆 他說 我們必須要搬走 這是第一 第二 搬走了之後 到底會怎樣 他說 他說八月一號 會有一個再跟我見面 會有一個答覆 那個答覆 當然是怎樣 我們現在完全無法知道 八月一號 他就說最後告訴我們 完了這個約之後 會不會還有一些機會性的事情 例如田哥所說 會不會有些爆冷的事情發生 那就不知道了 希望八月一號 會有些突發性的消息 無論怎樣都好 所以我們已經 要告別新綱 所以毛澤東就是 我選這套戲出來 作為我們告別裡的其中一個戲目 我們兩個戲目 一個是毛澤東 一個是地位成真 地位成真就是代表傳統戲 毛澤東就是代表 新浪潮 這個中國近代史教育的語劇 在這裏我都說幾句 很多謝 很多哥和所有的老官 全部都超了班 來支持毛澤東 支持我 演出這個中國近代史 大家知道中國近代史 那你不大 裏面的東西很敏感 但是我們盡量寫到很敏感 他們每一位都是 擔負了很大的內力和支持 是把我們這一套的毛澤東 是連續做了五集 那這個五集 在過去的回憶 是令到我們非常之感到甜蜜 最近的大家知道 玉科和金小平碩 所以我們都盡了我們能力 在中國近代史的教育上面 就是做了我們的功夫之外 也是在傳統的粵劇 我們都已經是寫了有 不是演出了有三十二套 加上毛澤東的五到三十七套 那我本身在新江 李居明就是十二年裏面 就是製作了三十七套的原創粵劇 每一套都是新的戲 原創的 然後得到大家的歡迎 全部都不止做一場 做很多 另外你們也有份去 就是我們一起去日本 去演出這個粵劇 又是新加坡 又是得到各地的人歡迎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都盡了我們喜愛粵劇 和粵劇重業員 提盡了我們的力量 去在新江裏面 在過去十二年裏面 盡我們的力量去演出 在這裏也是多謝心靈界 十二年裏的支持 多謝十二年來 所有粵劇的粉絲 支持粵劇的演出 在這裏再一次 多謝大家 多謝 我大師想問 十二年裏面 花了多少錢 去扮靈這間裏面 數計呢 那個數目 一定是超越你所想的 他們會計部 是不敢告訴我 因為聽完之後 我就立刻 剪了 所以其實 其實我是不知道 其實我是不知道 沒有停過 每天都出問題 每天都出問題 最經典就是 業主正式交了錢 就是3月1號 3月1號那晚 即是2月1號 即是2月1號那晚的指示 我們的舞台上面 一塊很大的石屎 從上面倒下來 是11點多的時候 即是剛剛演出完之後 就剛剛在那個交接的時間 就發生一個 新多的小地震 就是整塊的天花 掉下來 那樣東西好像 即是地雲轉了 把老闆轉了 新光都有反應 所以我經常覺得 新光呢 是很有靈性 即是他們好像知道了 所有東西 那問題 我現在最擔憂就是 就是 百和培館主席在這裏 我都想跟他講 就是說 我們 新光撤出之後 我的華光師傅呢 我就想搬去百和培館 因為他們那個神位那麽大 教會是不會接受的 會推倒他的 那我就要把那個華光師傅呢 就要跟百和培館講 可不可以百和培館 接收這個新光的華光師傅 這個神壇呢 那我就問了 有一個大閥 其實這個呢 都是談福師傅 尤其是 孫威警告訴我 他已經共同很多年了 那我們都會處理一下 看看怎麽可以 安置我們 對啦 我不想他這個 好像扔了出街 或者被教會扔了去 那我也要拿給百和培館 看看哪些方法去處理 但是我沒有身份去處理 所以我就跟百和培館講 中國就說 還有一個辦法去處理 還有一個辦法去處理 還有一個辦法的 我們大家再經歷一點 還有一個辦法 好了 那今天就說到這裏為止了 好嗎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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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